大家好,我是探长K,欢迎回到补影大案局 不久前,阿K为大家带来了艾伦·艾克哈特主演的2024年最新动作影片《蝶影追凶》 发现小伙伴们对这位知名影星很感兴趣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艾伦主演的电影 一起来翻阅这部《动作区 070号大案》《叛蝶追击》 2011年的比利时,罗根是一家跨国集团的安全顾问 半年前,他的妻子不幸离世 罗根便把女儿艾米接到身边照顾 可艾米正值青春期,对这个聚少离多的父亲自然没有好脸色 刚起床就把布满写在脸上 还没等罗根说两句话,艾米便急着要和朋友一起上学 只留下一句,今晚别忘了参加自己的颁奖典礼 这让罗根颇为无奈 不过他也清楚,一口吃不成胖子 修复关系还是要慢慢来 于是,罗根整理情绪来到跨国集团的分公司 他的工作是测试新开发的安全产品 找出漏洞,上报给总公司 但女助手却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情 总公司送来的安全所上写着不属于他们的专利号 女助手对此颇为疑惑 把号码记在手心,准备之后查询 罗根则以为是公司忘记给专利建党 便找上负责人德里克,希望他尽快处理 听到这话,德里克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嘱咐罗根尽快找出产品漏洞 但德里克没想到的是 即便军用级别的生物安全所 也无法难倒罗根 他用手机循环播放50张瞳孔照片 成功骗开加密算法 又把硫酸滴入索心 不费摧毁之力便将其破解 这让德里克大喜过望 联盟命令罗根把瞳孔序列和报告发给自己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罗根猛然想起艾米早上的话 急忙离开公司,驾车朝学校驶去 但他紧赶慢赶还是错过 等罗根抵达,颁奖典礼已经结束 他只好接走与同学待在一起的艾米 回家的路上,罗根为了表示歉意 送给艾米一盒花生糕 可他却忘了艾米对花生过敏 刚吃一口,艾米便呼吸急促 吓得罗根急忙把他送去医院 好在经过一夜治疗,艾米成功脱离危险 罗根也稍稍松了口气 但他对女儿的愧疚却再度加深 没想到连这么重要的事都会忘记 罗根想要做些什么补偿 便决定先去一趟公司 随后就带艾米出去玩 然而随着大门推开 一直待在监控室里的保安却消失不见 还没等罗根奇怪 更加匪夷所思的画面便出现在他眼前 昨天还人声鼎沸的公司,今天竟人去楼空 连张纸都没有留下 这让罗根一头雾水 他拿出手机打算询问同事 却发现一个都联系不上 罗根越想越不对 当即带着艾米赶往总公司 想要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可CEO却说 他们从没有注册过罗根所在的分公司 而罗根的银行卡从开户后 也没有收到一笔薪水 就仿佛那分公司根本不存在 罗根彻底梦了 想不明白到底什么情况 难道之前那一切都是玩笑 可谁又会开这么大一个玩笑呢 正当罗根一筹莫展之际 一名同事忽然急匆匆找了过来 罗根顿时大喜过往 连忙讲述起自己遇到的离奇之事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同事竟亮出手枪 挟持着罗根妇女坐上汽车 罗根明白自己一定是卷入阴谋之中 他自然不会任人摆布 不动声色地提醒艾米系好安全带 随后猛踩刹车 让同事撞向挡风玻璃 罗根趁机与其大打出手 困乱中汽车失控冲出道路 滚下高坡 艾米从车下爬出 罗根则继续与同事扭打在一起 最终勒住他的脖子 生生夺取姓名 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鸣笛赶到 罗根明白这件事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便从同事口袋里搜出钱 和一把钥匙 带着惊魂未定的艾米迅速逃离 二人沿着小道一路狂奔 潜入一座没有人的房屋 罗根本想为女儿擦拭伤口 可艾米却彻底坐不住了 他发现父亲变得无比陌生 不仅杀人不眨眼 还随便私闯民宅 但罗根没时间解释 他认出那把钥匙属于车站储物柜 便与艾米一同来到车站 眼下刚才发生的事 已经登上新闻 罗根把艾米留在小落 嘱咐他不要乱动 随后一边走一边遮挡面容 顺利找到储物柜 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 但车站内的警察已经发现不对 同样朝储物柜走去 艾米见状顿时坐不住了 急忙起身想要通知父亲 却刚好撞见搜寻的警察 吓得他撒腿就跑 突然被一只大手揪进人群 原来罗根已经混入旅行团 装模错样的与艾米一同离开 等坐上电车 罗根拆开储物柜里的文件 发现里面装着所有同事的详细资料 还有大量偷拍艾米的照片 罗根不由的心中一心 没想到自己很早之前就被人盯上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慌乱 而是打开地图 标出每一个同事的住址 在艾米的帮助下找到距离最近的医院 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 贿赂工作人员进入停尸间 随着一个尸袋拉开 里面正躺着罗根的助手 工作人员随口感慨 昨晚是他经历过最疯狂的一夜 每隔两个小时就有新的尸体送来 并且每一句都是意外身亡 罗根打开一个个尸袋 发现里面全是自己的同事 显然他们都惨遭灭口 这让罗根以一阵后怕 如果不是昨晚在医院对付一夜 估计自己也已经躺在停尸间了 就在罗根惊慌之际 忽然发现助手掌心的专利号 直觉告诉他 这是重要线索 连忙拿笔记了下来 但艾米已经忍无可忍 他发现父亲身上的秘密越来越多 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艾米生死历劫地质问罗根 你到底是谁 可罗根还没来得及解释 突然看到一个男人站在前台 四目相对下 男人竟拔枪就射 罗根联盟带着艾米向后逃去 男人在解决护士后 肆无忌惮地举枪追杀 丝毫不在意无辜者的性命 手无寸铁的罗根 只好与艾米一路逃窜 藏在昏暗的重症病房 等男人追来 罗根抱起展开偷袭 可对方同样伸手强悍 竟把罗根打得节节败退 眼看父亲命悬一线 艾米奋不顾身地飞扑上来 罗根趁机钻进剪刀 狠狠刺进男人的脚踝 剧痛让男人子弹射偏 只是擦伤艾米 他恼羞成怒 转而攻击罗根 但罗根自然不会再给男人机会 直接夺过手枪 干脆利落地将其射杀 随后带着艾米从窗户逃出医院 罗根随便找一辆 停在路边的汽车 捡起石头砸碎车窗 又掀开前盖发动引擎 成功摆脱这场危机 二人躲进卫生间 罗根贴心帮艾米包扎伤口 而他也不再隐瞒 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 罗根曾是CIA外前特工 所以他才会精通杀人隐匿之类的技巧 在得知妻子离世后 罗根毅然退出 只为照顾艾米 却不料害女儿被卷入危机 与此同时 CIA总部已经收到消息 那两个被罗根杀害的男人 都是CIA特工 他们也调查出凶手正视罗根 负责人找到安娜 询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罗根曾是安娜的手下 安娜神情惊慌 却推脱不知 强调罗根半年前已经被除名 对他的情况毫不知情 不过罗根并不是事情的关键 两天前 位于比利时的CIA安全屋遭到入侵 劫匪残忍杀害所有人 偷走一个装有机密文件的圆筒 里面藏着另一个惊天秘密 六个月前 跨国集团的一艘商船意外沉默 董事长愿意向所有遇难者家属支付赔偿 可有一个家庭却拒绝妥协 因为他们发现 商船的沉默根本不是意外 跨国集团利用商船偷运军火 企图挑起一个国家的内战 所以才会遭到报复 诈尘商船 而更加可怕的是 白宫方面已经查出 有CIA成员插手此事 他们必须尽快救出这个内鬼 于是负责人决定派安娜前往比利时 利用他对罗根的了解 查明事情真相 然而会议刚结束 安娜便火急火燎的拨通电话 对方竟是神秘失踪的德里克 显然 安娜就是隐藏在CIA的内鬼 是他提供情报 让德里克带人抢走 装有跨国集团黑料的圆筒 也是他推荐罗根 让跨国集团建立一个空壳子公司 利用罗根的技术破解密码锁 可安娜却对灭口一事毫不知情 他连连嘱咐德里克 不要轻举妄动 但德里克已经被集团盯上 杀手很快就会找上门 他根本无法冷静 打开圆筒后砸碎手机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下安娜也坐不住了 当即决定赶赴比利时 就在安娜前来的同时 艾米联系上好友纳比尔 通过对方哥哥为自己和父亲找到一个藏身之处 不过罗根明白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唯有主动出击才是最好的选择 二人来到网吧搜索起密码所上的专利号 可等罗根拨通信息记录的电话 竟发现对方是CIA 这下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好在艾米同样有所发现 他调查罗根之前的办公室地址 得知那里曾被跨国集团短期租借 二人便联系上房产经纪人 谎称要看房子再度回到办公室 罗根从德里克的房间找到一部电话 接通线路后播出最近的通话记录 发现对方是一家酒店 这让罗根围之一阵 明白德里克大概率就藏在那里 此刻安娜已经抵达比利时 他急忙找到跨国集团的总裁布雷默 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将所有人灭口 布雷默听了阵阵有词 声称罗根已经发现专利有问题 很快就会想到其中的不对 为了保密只能痛下杀手 银下的当务之急是找灰远筒 否则大家都要完蛋 布雷默将这项任务交给安娜 至于罗根 他已经派出杀手 杀手从照片里看到与艾米关系亲近的纳比尔 他一路找到纳比尔的哥哥 挟持对方女儿 挟迫他说出罗根的下落 等纳比尔来到哥哥家 发现哥哥已经倒在血泊中 只剩惊慌失措的女儿留在现场 与此同时 罗根父女已经赶到酒店 成功打听出德里克的房间 罗根让艾米留在大厅充当眼线 自己则去寻找德里克 可他不知道的是刚才那通电话已经被CIA发现 安娜当即率领手下赶往酒店 另一边的罗根已经潜入房间 干脆利落的制服德里克 为了保护女儿 她已经变得丧心病狂 不断折磨德里克 甚至动用水行 只为逼问出整件事的缘由 但此时 安娜等人已经来到酒店 艾米注意到他们鬼鬼祟祟的身影 瞬间便明白不对 于是她戴上帽子 不动声色的混入电梯 接着提前离开 按下报警装置 成功让电梯返回一楼 艾米则冲进房间 正看到罗根在逼问德里克 德里克明白自己再见难逃 便表示 秘密都在圆筒里 又哀求罗根解决自己 这样她的孩子 至少能收到CIA的抚恤金 眼看罗根迟迟不肯动手 德里克猛地握住手枪 毅然扣动扳机 这一幕吓得艾米魂不守舍 但罗根已经顾不得安慰 急忙带着她向酒店外逃去 二人一路来到地下停车场 不料早已有两名特工在此等候 罗根掩护艾米逃走 转身与对方展开激烈枪战 困乱中 安娜赶到现场 力声让手下停火 希望罗根能现身好好谈谈 躲在角落的艾米健壮 不断按下停车场里的汽车钥匙 让他们接连发出警报声 就在安娜被吸引注意力的同时 罗根从天而降 瞬间将她挟持 两名特工投鼠机器 只能乖乖放下手枪 僵持间 艾米驾车赶来 要带父亲离开 安娜不愿错失良机 苦口婆心地劝罗根不要逃走 毕竟半年前就是自己顶住CIA的压力 才让罗根从杀手组顺利脱身 安娜承诺 只要交出圆筒 就不会有人再追杀罗根 但罗根也不是傻子 他明白 这件事安娜做不了主 最终还是上车扬长而去 可艾米已经听到二人刚才的对话 陷入强烈的痛苦与纠结之中 他虽然知道父亲曾隶属CIA 但没想到他曾是心狠手辣的杀手 艾米蒙踩油门 在道路上狂飙 只想用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愤怒 但罗根自然不会允许他如此任性 联盟拉起手刹 让车停了下来 他先有余悸的喘着粗气 也不再隐瞒 承认之前的确以杀人为生 干的都是些见不得光的脏活 不告诉艾米 就是为了保护他 毕竟这世上有太多无法想象的黑暗 可艾米同样满心委屈 他为了和父亲在一起 背景离乡抛弃曾经的生活 没想到一切都是谎言 艾米情绪崩溃 下车向前逃去 罗根健壮急忙去追 却发现他已经乘坐地铁离开 艾米回到藏身处 收拾东西准备返回美国 然而那杀手已经找来 面无表情地站在艾米面前 不久后 罗根搭乘地势匆忙返回 发现楼下围满看热闹的人 他冲进藏身处 正看到收留父女俩的好心女人 倒在地上 罗根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 他听不到其他人的询问 失魂落魄地逃出房间 却在楼下遇到满心悲愤的纳比尔 在得知艾米被绑架后 他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带着罗根回到自己家 直到现在 罗根才有时间打开圆筒 发现里面装着CIA的调查资料 安娜的名字赫然位列其中 罗根看完倒吸一口凉气 彻底搞清楚跨国集团的阴谋 同时也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他拨通安娜的电话 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一切 约他去车站谈判 安娜连忙带着手下前往车站 按照命令 登上一旁的列车 却又接到罗根的电话 在车门关闭的前一刻下车 手下来不及反应被发动的列车带走 安娜这才明白自己被罗根算计了 可他别无选择 只能登上另一辆列车 终于在这里见到罗根 四目相对 二人心中都泛起苦涩之情 他们曾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现在却变成身份对立的敌人 罗根清楚 安娜已经为了金钱出卖灵魂 所以就不再多说什么 他这次来就是要安娜给跨国集团的董事长带句话 用圆筒里的资料交换艾米 说完 罗根毫不犹豫便起身离开 他回到纳比尔家 将一桶化学液体煮沸 又放进冰块迅速冷却 接着用纸过滤 得到一团凝胶状的东西 这正是罗根需要的炸弹 不久后 跨国集团的董事长哈尔结束庭审 正忙着应付蜂拥而来的记者 罗根忽然混入人群塞给他一个手机 之后迅速离去并拨通电话 哈尔不动声色的把手机交给布雷默 布雷默心领神会 一边与罗根交谈 一边派手下前去抓捕 但这些人怎么可能是罗根的对手 三下五出二便被放倒 就在罗根进行计划的同时 安娜也找到哈尔 警告说如果不释放艾米 一定会遭到罗根的报复 但哈尔却不以为意 认为仅凭一个罗根 翻不起什么浪花 说话前 罗根发来消息 约他到纪念碑下交易 哈尔顺势便让安娜带着艾米前去 可看着无助的艾米 安娜心中突然生起强烈的愧疚 他决定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于是刚走出大门 安娜突然拔枪射杀 站在面前的保镖 却不料杀手正坐在车里 遇到统计安娜的腹部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安娜仍关心艾米的安危 让她快点逃走 可艾米却慌乱之下 一个平地摔 被杀手再度生擒 哈尔站在二楼 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安娜的尸体 让布雷默背车前去交易 此刻 罗根已经准备就绪 在手提箱里装好炸弹 接着如鬼魅般出现在哈尔身旁 怒斥他为了利益 发动战争的禽兽行径 可哈尔却没有理会 得意洋洋地示意罗根看望远镜 里面正是杀手带着艾米赶来的画面 这下轮到罗根慌了 他只能交出手枪 同意用自己交换艾米 罗根塞给艾米一打钞票 嘱咐他尽快坐飞机逃走 此时纳比尔带着手提箱赶来 罗根拿走箱子 目送他与艾米一同离去 随后任命般把箱子交给哈尔 哈尔浅浅打开一条缝 看到里面的CIA文件后 心满意足的格上 他与手下坐进汽车 又让杀手把罗根带走灭口 罗根忽然掏出那张名单 声称这同样是机密文件 杀手毫不犹豫便交给哈尔 下一刻 剧烈的爆炸声随之响起 汽车瞬间被掀翻倒地 滚滚白烟升起 哈尔等人彻底丧命 一切尘埃落定 死力逃生的罗根冲进机场 见到正准备离开的艾米 父女二人紧紧相拥 这次再也没有人能将他们分开 《盼蝶追击》是上映于 2012年的动作电影 如果以五星制来评价本片的话 阿K认为角色三星半 艾伦·艾克哈特再度扮演 极具正义感的特工 和女儿联手化解危机 再加上帮女郎欧加科瑞兰寇的锦上添花 让影片的演员阵容看点满满 剧情三颗星 本片前半段人去楼空的设定颇为惊艳 瞬间便将故事的悬疑感拉满 只可惜后续内容逐渐落入俗套 结局更是可以用虎头蛇尾来形容 本以为会是一场大战 结果只是一颗炸弹 不过转念一想 这样的桥段反而更贴合男主罗根的人设 毕竟他曾隶属CIA杀手组 自然要用最干脆效率的手段解决敌人 片中最吸引人的应该就是罗根制造的炸弹了 小伙伴们知道那是什么原理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阿K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